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业是为资深搬家工 从搬家到益桥身份 他说同样辛苦 救难也时常上山下海 乐于助人的个性 本身又曾在水上救生协会服务过 且拥有救生教练证照 因此才主动投身救灾救护的工作 也进过火场两三次 也有去救命 也有去救护 都有去试过 就觉得好像很试我 王建益工作时 相当专注 动作迅速 极富效率 不一会功夫 脸上就多了汗水 制服也完全湿透了 退伍后 因为负债数十万 生活压力 让他进入这行 他也换过无数职业 但总觉得 自己还是最适合 能动能流汗的体能职业 所以 他乐在工作中 看我身材可以都知道 不会造成太大阻碍 那钢琴啊 金库啊 什么东西 对我而言 其实都 都还 还OK 面对工作时 呼客的各种要求 王建益总是不厌其烦沟通 也充当木工 装修桌角 甚至主动帮客户修门窗 王先生呢 他从股价开始 就非常密切地跟我们 在做联系 然后到现场之后 也很仔细地清点这些东西 不管在哪个团队 王建益与弟兄们是伙伴 也是据革命情谊的患难之交 班家 不再是过去大家既定印象中 低阶的劳公族 扛起最吃力的环节 他们是一群不平凡的小人物 班家的大工程 动新闻 你只要用心 都可以做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都可以不合适 报导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